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十二篇的九到十一节 题目是人的本质 箴言十二篇第九节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 强如自尊缺少食物 一人顾惜他 村畜的命 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随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第九节是一节有争议的经文 因为有翻译上的争议 按照七十四亿本 对于此节的翻译是 谦卑下来做自己的仆人 强于爪假装尊贵而缺少食物 不过我认为和和本的翻译 并没有问题 就是有如经文所言 所说的就是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 我们可以想象到中国的古代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 甚至是到唐宋时期 人们都有一种 重视而轻伤的思维 人为社会的秩序 就应该是市农工商 所以在当时有些商股 靠着经营实业 就变得十分富有 他们可以雇佣许多的仆人 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 却比不上那些 没落的贵族 或者是穷书生 当然我并不是说社会应该一切朝前看 但是人若是已经没落到 有忍饥哀饿了 那又有什么好自尊自大的 此处的经文不是着重在于 是否是被人轻贱上面 因为人的眼目要如何看待我们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然而我们如何自视 却是在于我们自己 真言告诉我们 自尊是无益的 自尊还比不上填饱肚皮 另外人是如何看我们的 也不至于太过影响我们 那么照着这样的思路 会不会又导致 孝贫不孝娼的思维呢 这又是多虑了 真言也没有说 我们可以因为人的贫穷 就嘲笑他人 也不要以人的财富来看人 说穿了 我们应当看人的本质而非是看人的身外之物 说到人的本质 那还是回到义人与恶人 这里的经文说 义人顾惜他深处的命 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这就是人的本质 什么意思 义人的心爱惜顾及人 甚至是他深处的性命 他都是顾及的 但是恶人呢 就算是他的怜悯也是残忍 那又怎么说呢 相传有位君王 他怜悯 他心爱的妃子 在出去游玩的路途上 因为道路的崎岖就扭伤了脚 他就发动许许多的民工 去修筑那条出游的道路 要用石板去铺平那整条的道路 并且要求十分严苛 不允许丝毫的不平整 就这样他花了许多的民工 不分酷暑和寒冬 在施工的过程中 还有许多人生病或是受伤 就这样子 他花了一整年将这个道路修平了 所以他的妃子在第二年出游的时候 就可以安心的行走 是的 义人是看顾周全的 他爱其所爱 也有爱恩责于其他的人与物 就像是神的爱那样子 能够顾及多方 但是恶人则不然 平常就缺乏爱人的心 就算是有爱人的心 他最爱的是他自己 其次是他自己所偏爱的 而他那个偏颇的爱 可能会对其他的许多人 便是残忍 曾言还对于人生 有最持平的看法 他对人生的劝勉 是很务实的 耕种自己的田地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却是无知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应当务实地去做当作的工 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神对亚当的处罚就是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以虎口 这就是人 当以自己的劳作 来换得口粮 而必得宝足 这句话呢 更可以说是应许了 其实农民朋友们 期盼着 只要能够努力 耕作就能够得宝足的 然而这个世上 有许多人 并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妄想的 能够借由什么 投机取巧的方法 就想要得到 不只是得了宝足 还想要大发特发 甚至是一步登天 这个世间呢 有追求修仙的 有追求致富发达秘术的 有人抱了大腿 寻求登龙之术 这些种种的虚伏之道 想要不老而获的追求 那都是无知 如果真的有人 侥幸取得了一时的甜头 那也是不义的 或者终有一天 神也会追缴那些 不义的侥幸的 愿神怜悯带领我们 阿们 神怜悯带领悯带领悟